台湾传统青草店在许多人的印象当中 就是很老派的养生饮品 不过这间店却吸引许多年轻人 特地来拍照打卡 这家老字号的青草行 影像时尚大改造 游客来这里除了能喝到客制化的茶饮 还能手作药草球 甚至他们还可以把青草茶卖到厦门去 蒙甲龙三四旁这是熊七的一条街道 台湾最大的青草集散市集 传统店不伶俐 还能来杯现代古早味 这是熬煮的吗 对 这是煮出来的 应该很少喝到这个的青草茶 站在路边唱饮 是多数人对传统青草店的印象 在这里能花点时间细细品尝药草香气 以前可能买了一包药草就走了 然后可能回家煮了 跟店家里面太多互动 可是这边反而可以坐下来喝个一杯 要跟老板多聊聊 然后有时候可以学到更多的青草知识 我就觉得就是 其实自己收益蛮多的 因为草有那种纤维啊 也有淀粉 所以它 但它一冲下去茶就会出来 所以它没办法闷蒸 所以就是你得透过你的酥水速度 去控制它萃取的状态 用手冲咖啡的方式慢慢萃取茶汤 缘分经营批发的青草老店 摇身变成时尚茶饮吧 以前青草一煮就一两个小 那所以我们从茶包开始着手 然后再来就从空间上也调整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进来的时候比较不会有那种距离感 可能一进去青草店 可能它都是青草桶 那我真的不知道要买什么 所以就从这个部分 让大家慢慢请进青草店 随着手摇饮店的兴起 曾经很受欢迎的青草茶 退居小众市场 王伯彦接手爸爸事业 妙手回春改造店面 薄荷的味道可以 可以 客制化配方现点现喝 客人喝到喜欢的味道 直接做成茶包带走 融合老店50名经验 王伯彦升级服务 现在人接触的越来越少 那大家忘记的人就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方式 慢慢大家可以接触 然后不管从网路啊 或者从体验啊 或者从产品方面 让他们慢慢去接触习惯 那慢慢的大家就会把这个青草 又找回去这样子 把药草文化结合日常生活体验 神农事课程 也是王伯彦跨足观光产业的创意 一层我们会放的比较软的草 就是这个艾融 那我们有综合一些料进去 把台变成手座教室 它带着客人认识药材 用纱布绑住药草 游客动手拉拉卷卷 调配出专属气味的按摩球 今天很好玩啊 而且我很难得可以做这样的手座 就是在除了认识青草之外 还可以印象深刻的体验 来认识这些东西 年轻人体验老派玩意 疗愈又有趣 颠覆想象的青草店 变成观光客拍照打卡的地点 王伯燕还把台式凉茶 卖到厦门 因为他们其实也很常喝一些 像中草药的茶或凉茶 所以我们就到了厦门 然后他们那时候的 古浪雨的码头 就有一个店面 想要来做合作 那当然我们先从产品开始 就从茶包啊 还有做一些像是那种 立即性的饮料 像那种罐装饮料 那时候也有做 新世代接班积极拓展客源 逐渐凋零的中药行 面临同样挑战 这就是塑形 这个淮池 我给你放这个 现在淮池 这个淮池 这个很舒服 明天立地的药柜 一个个抽屉 存放着不同药材 老板林健川 这边才刚包好药材 转身走进后场 一人分饰两脚 变身餐厅服务员 十拳啊 腰酸背痛 手脚冰冷 似乎補血 更补气的 十拳大骨汤 加了海鲜鸡腿 配料丰富 药材到了厨房 巧妙运用 成为川针引线的香料 主要是我觉得在家里的话 就是要先去买药材 然后放在一个 那个袋子里面 去熬煮它 不会比较麻烦 那他说那 不如就是熬得出来这样吃 中药这种东西 可以煮到这样 可以让你吃的 不会害怕 不容易 三十年前 全台湾中药行 数量有一万五千家 如今腰转 剩下八千多家 荣景不再 从小在药铺子长大的 林郑川 特别有感 生意真的是 差的天塌地远 以前是门庭若市 现在小猫两三只 都没有 所以说 我们想 一直要赶快转型 因为转型 不然就 没办法再生存下去了 从夜市的药钝排骨 找到灵感 他大胆转型 把父亲传授的汉方补帖 带进厨房 古老智慧 融合新鲜食材 研发出各式药膳汤头 因为我四种汤头都有针对了 不同的各年龄层都有 我很喜欢吃 到处吃 奇怪 很多那种夜市的药钝排骨 这个应该是我们在做的 怎么会一些外行人在做 所以说我们就走进这个药膳餐厅这样 餐饮门外汉反复调整口味 降低中药的苦涩感 美食公式带动客人回流 食部香机也飘香到对岸 台湾的朋友带过来吃 他在北京是开那种诊所 他也在做见解 他说以后我们可以做一条楼 我们就想说把台湾的知名度 打出来就好 很多的商机会慢慢进来 传统的汉方文化与时俱进 靠着多元行销 要用崭新面貌继续传承